劉備與公宣站的關係,也罪了尚謝與部下之外, 順更是同僵之人,兩人曾經一起在勞席門下。 二十五,武社行學,與同中劉德賢, 劉西公宣站有事故九江太守同運勞席。 三國者先主場,當劉備在官場運不下去的時候, 他選擇投靠自己的老同學公宣站。 而這位老同學也非常大方地收留了劉備, 被急了他別捕斯馬的職位,順是公宣軍旗下一名將領。 劉備走投無路,想到了自己的老同學公宣站歷史的社輪開始滾動, 公宣站南下的野心也開始實施。 架橋之戰就死自開,架橋之戰, 袁紹宇公宣站為爭奪其周危開打的戰爭。 維各地諸侯爭奪地盤,明顯化的第一石灰戰, 公宣站團兵盤河,袁紹在佳橋的戰。 在借場戰役中, 袁紹以步兵和老兵組合戰勝了公宣站以步棄為主的部隊。 同時是一場以小勝多的戰役, 架橋之戰是一場以公老手的退騎兵的經典外例, 經過這場戰役,曾經稱霸現北的公宣站南下勢投避了。 而袁紹開始以企州為基地,降大自己在北方的影響力, 從而最終統一河北四州, 劉備是否生家了戒橋之戰呢? 答案是,沒有,劉備向哪了, 袁紹公公宣站,先者與田家東團隊。 三國者先主場總三國際,的簡單記載劉漢, 在架橋之戰之前,劉備就與田家一起去了生州一大。 公宣站派劉備帶著步谷前往生州與袁紹部隊俗正, 占乃至柱其將雖然光為其州施舍。 田家為生州施舍,丹興為燕州施舍, 由氏往衣站,占死備與田家殉生州有功。 因以為平原商,即自通亞本大涅實, 根據公宣站的委任。 田家認生州施舍, 而劉備則指示一一平原令, 後恩,造有戰功,而表為平原商。 可謂在公宣站眼中,劉備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人律, 那公宣站為何會派劉備與田家去青州呢? 一,是為要防止造粗罰兵幫在魂少來與自己作戰, 二,公宣站同時也有知領青州的同心。 那在無我角度,為何皆喬之戰蛇, 劉備與田家若有從青州出兵援救呢? 答案是,劉備與田家的任務, 就是雅下青州,隨後協制完事, 架橋之戰並非是一場血定性的大血症。 在當時的情報出過速度, 怕是消息橫越道,戰鬥已經結束了, 公宣站隨後多謝佛動了難心。 但依然無法成功介橋遮戰, 對雙方都會有造成重大損失, 公宣站有能力再致連佛動龍臭之戰, 三立人心語的巨雅水遮自能。 但仁少於始至終, 成功停止了公宣站的難心, 大大作敗了其銳器, 在任進形勢更蛇不下遮下。 公宣站急於令逃出路, 引罰了後期實害極有行星的劉輝也失去人心。 形勢由本來明正而進, 討伐有十大罪狀, 正名的元首變成無害劉輝的罪人。 當成忠子之的, 被元首反過來利用劉和遮止劉, 和打著正義其號聯合烏門及劉輝 救部圍攻公宣站。 199年, 公宣站在元氣大傷下最終覆亡, 劉備到最後公宣站敗亡, 都沒有去清救謝偉老領導。 為什麼呢? 那劉備為何有最後去回救公宣站的同槍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 其一,劉備在不久之後就投靠了圖軒, 做功徵徐州。 徐州木徒軒軒軒, 社告急於田街, 皆與仙主一九者, 是仙主自有兵仙余人, 及歐洲烏縣襲戶。 由勒德基雲數千人, 既到, 軒以大洋兵四千億仙主, 仙主誰退家歸軒, 軒表仙主為宇州是社, 團守貴, 三國者仙主秦功雲一百九十四年, 早初出兵進攻徐州, 理由是為父報仇。 此時, 徒軒向田街求救, 秉持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 田街與劉備律軍援救徒軒。 而一到垂州, 劉備就收到了徒軒贈送的四千丹羊兵, 此不代理讓劉備律馬順襲求靠徒軒。 其二, 公宣賺羅海流如, 以誠眾使者的如巨賺雷變, 誰舉兵襲賺, 如為賺所敗。 出賓居庸, 賺東拔居庸, 生獲如, 執如懷繼, 賺著死, 天子遣死者斷奮爭如一, 督陸州, 賺仙時將軍, 豐二遊, 債盧如玉聖尊號, 結婚斬如, 三國借以公宣徒四將長空魂193年, 劉會恩漢不慣公宣賺眾兵學人。 選擇攻打公宣賺, 但遼於不視統律, 最終被公宣賺的敗, 劉會與他的步下往北逃到居庸換。 公宣賺三堅就攻破居庸, 活捉劉魚及其車子人類活到妓院, 並以劉會與袁紹和水星帝的理由, 將劉魚實害。 此舉直接道謝公宣賺, 人心大失, 此時劉備想必也對公宣賺的步行非常不滿。 謝也想必是足使他到達隨後順疾, 求教徒謙的了一個重大原因吧, 而這樣的公宣賺, 也不值得我劉原得跟隨你話, 月三國劉備心聲。